一个 序责一是总表 就是这个 这个学校有20个老师 那序责二的话是有参加 研习的有14位有6个老师没参加 参加时数在这里 然后这个入门班 那请各位把入门班 序责二复制 所以按Ctrl键 再加拖拉 放开 把这个序责二把它改成序责三 然后呢并且这个就进阶 所以进阶班的话 第一个把那个入门教学改成进阶教学 进阶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头跟尾 头尾两个老师删掉 时数的话呢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全部改两个小时 先输入1 向下填空点 放开 全部两个小时 编号的话重新编 删掉之后的话 先输入1就可以了 再向下拉不过按Ctrl键 按Ctrl键是会加1号 没有按是重复的 OK 这自动填满应该都知道吧 反正这就是平常用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入门有个进阶 那我想知道什么 这20个老师呢 他们的研习时数的加总 那因为分在入门跟进阶 所以以前如果你不会用三米符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王庆路老师 这个有没有 没有 这个有没有 没有 那就是零个小时 那李世元老师 这个有1.5 这边没有 那就是1.5 OK 所以你变成如果用人工来做 但很花时间 而且很容易做错 当然就是不是土法炼钢 那怎么做呢 但第1个 你给他想 欸 用什么了 插入函数 三米符 欸 三米符来了 那可是问题哦 我要 找的条件 找谁呢 找这个人 Range 去哪边找 特别是要去那个入门班 所以Range指的是什么 你到入门班里面的 哪个范围里面找 这里面找找看 这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把时数加 所以时数的话呢 点一下 记得哦 再点一下 去者2里面的时数 那各位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是范围跟 加总的范围 他一律都是跨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名称加个 惊叹号 有没有 那另外待会 我们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哦 B3到B16按F4 我建议按两下 比较精确 因为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然后呢 C3到C16按F4两下 好了之后按确定 那把他向下填满 基本上 我们入门班的时数就统计 说你会发现有六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挂蛋的就是有这六个老师 应该是六个零 OK 那可是问题 入门班统计完了 进阶班怎么办 进阶班 难不成你要在旁边再弄一个进阶吗 其实不用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进阶班 其实差异的部分找出来 进阶班 续策3 续策2 对不对 B10 少两个 所以应该是B14 其他好像都一样 有没有 只有差别是工作表名称跟B16改成B10 少两个吧 B14 有没有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点后面一下加什么 进阶班 贴上就好 那改哪里呢 改这边把续策2改成续策3 也不会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要续策3对不对 记得哦 如果你突然因为之前有同学拖拉过去忘了改名称 名称不一样 你不能说自己就改去3 反正就改成你那个 第三个就对了 来这边改一下 这边的话呢 改成14 这边改成14 OK 进阶班的就就就把我查 查完之后帮我加强 打个勾 向下填满 OK 好你会发现的全部都加好 就不需要说 自己慢慢一个一个慢慢去加 那最后的话就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避免被篡改 所以我希望哦 这边不能改 不能说没有参加老师自己打个五个小时 不行 所以如果将来公布的时候呢 避免档案被篡改 所以呢 假如说我今天呢 这个范围不能修改的话 记得哦 一选取 二按滑锁右键 一样是储存的格式 各位没用过这个功能 什么呢 保护有没有 OK 这很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保护的概念 你只要给人家你一定要保护 不然的话以后会有纠纷的 到底是你改的还我改的 你改的 我根本没改 对不对 那就会有争议了 所以最好的方案 给别人之前先把他不能动的地方 全部都锁起来 像我的习惯一律锁起来 你只能看 你就不能给我动 这样的好处就好 一劳永逸 不会有纠纷 所以呢 这边的话记得怎么保护 一范围 锁定的话 就是 可以保护 预设是都没有锁定 那下面有个隐藏什么呢 如果你将来 想了半天 公事终于想出来 你不希望被看到公事 那意思是说 可以把公事隐藏 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隐藏的 所以以后你想的公事 你都可以把它全部隐藏 那这两个打勾之后 按确定 他目前还不会保护 什么时候保护呢 请你切到教育 教育里面有个功能 叫保护工作表 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如果你没有用过 一定要用啊 这个很重要啊 记得一定要资料都保护起来 不要没事都 就是给人家看全部啊 这我觉得是要养的好习惯 然后呢 保护之后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加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以后人家直接 按一下就取消 就不保护了 当然有保护都没保护差不多 所以加密码 那我是打一二三四啦 一二三四 好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保护了对不对 游标放上去隐藏了 有没有公事不见哦 OK 所以以后哦 里面要写什么 都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了 反正只有你知道 OK哦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有个问题啊 如果将来离职的话 会不会有交接问题 就打开什么全部都密码 然后被离职之后 他才打电话问你 密码 你会怎么回答 我忘记了也就是 那就麻烦了 好那再来呢 还有什么呢 能不能修改 刚刚我输入五 不行 对吧 他说 那个正被把握 如果说你要取消的话 所以会有人说 那我到这边看一下 教育里面呢 取消看看 如果说你没有设密码的话 他就不会跳这个 就直接取消 但是有密码 他会不会不知道密码 随便输入 假设我输入一个错误的 密码不服 意思是说 只有你 还可以解得开 OK 所以我把它先打开好了 一二三四 就打开了 这点还蛮重要的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保护了 那如果说将来 我们会有VBA的需求 比如说我今天还是希望 按个按钮 全部OK 一个清除 那问题呢 你现在是保护啊 那VBA如果做 就是输入到出生格呢 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当然也会有问题 因为VBA 他还是 跟我们手动 滑鼠键盘做的动作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呢 要让VBA能够活动的话 其实 顺便讲一下 在 VBA里面可以动态的 就是你不要按这边也一样可以取消 然后最后你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保护起来 他可以动态取消保护 也可以动态再保护 这部分也是之前同学问的 因为本来没有这个 课程大概本来到这边就停 后来同学说 老师那个后面怎么做 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不会啦 城市大概就是一行而已 好 怎么做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讲的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三米辅 两个 把它穿 再来就是设定保护 保护就是这边范围 选起来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保护隐藏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